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系列冠名 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他爱心不慌 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独家冠名播出 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Soul玩推理 本节目由一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社交平台SoulAPP赞助播出 有百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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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美食搭档 他爱必备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 本节目一共七位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 嫌疑人 真凶三种身份 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 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抽金 每期抽取决赛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 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 两位侦探各自投票 若两次都投对 则真凶获获得一根金条 华尔 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去的酒店 这家酒店是什么名字吗 我知道 这个酒店就是传说中的萧云大酒店 此等美景夫复何求啊 师父啊 傅儿 你今日有此等眼福 都得谢谢爷爷 是 来这儿都是爷爷的主意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跟过去一样 对 爷爷当年曾经来过这儿是吗 对 真是好天气啊 那这得乃OPPO Reno5 Pro Plus 来记录一下 据说非常了得 真可谓富丽堂皇 对 是人像功能 也是不错 师傅还拍我呢 对 突然你在这摄像头里 真可谓甚至美颜 哎呀 到了 到了 到了到了 到了到了 我真是欣赏的 真的是气势宏伟啊 幽云大酒店果然直入云梁 哼 有气势有气势 来来 帮爷爷把门打压好 你看这酒店布置的 哎呦 这门可穷啊 不请进 有点节日气氛啊 欢迎来到萧云大酒店 你们能把单位的名字说对吗 一个大酒店 一个大饭店 到底吃饭还喝酒的 听我的口令 大酒店 来 几备 走 来 三二一 欢迎来到萧云大酒店 跪下 这个姑娘看着好眼熟 这小伙子长得也是英俊漂亮 都这么说 假象 假象 都是假象 哎 年轻人 哎呦 你怎么可以 穿这个 这个蓝裤子配红袜子呢 这我遮扰穿的 分明年 分明年 来来来 请你给我吧 咱们这边翻译入住 好好好 这边请 干什么图 你不对客人都这么热情啊 对客人非常热情 哎 哎 你好你好 经理在吗 老板 欢迎三位 我是萧云大酒店的和副经理 啊 很高兴为你服务 挺好挺好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房型好吗 我们一共有三种房型 一种叫 富丽堂房 6666 你一个是福兰的酒店呢 一种叫做金币飞房 是7777 金币飞房的 还有一种叫房不胜房 一共是8888 这请问三位要住什么样的房型呢 我想住 地下一楼可以吗 B1 富一楼可以吗 您的气度非凡 我确实是想满足您的所有的愿望 但是呢 地下一楼呢 确实是我们的员工宿舍 我们是不方便安排客人入住的 那这样好了 刘总 刘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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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这经理 welcome 萧云 big hotel 哈哈哈 welcome to 萧什么 萧云 big hotel 哈哈哈 你也是经理 我是酒店的总经理 对 啊 何经理这几位有什么样的 他们要住地下一层 这个怎么办 我想 一个节日的愿望 请您通融 房费 付多少都可以啊 啊啊 好没问题 但是地下一层环境一般 等会我给你打个节奏 你按着节奏说 所以呢 我们那个给大家打个半价 现在还剩B101和B102 我101 他们就102吧 我们稍微登记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您的名字是 真调查 您的电话 123 123 1234 1234 好的 这位是您的孙子 您是 我叫 福洞 您的职业是 在下的职业是 资深 UP主 嗯 就是 拍小视频的 哦 资深UP主 我这个孙子这很有名的 他的账号就叫 你们应该都听过 叫神奇动物在这里 不错 那你现在是UP主徒 我现在是 小UP主 小UP UP小主 哈哈 那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因为我们酒店呢 是晚上零点 到第二天凌晨六点 要宵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关闭大门 关闭灯光 零点到六 对 因为我们酒店到夜里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奇怪的声音 宵禁 我私人给您准备了一些耳塞 哦 如果担心的话呢 可以带上这个耳塞 谢谢老板啊 谢谢 那我们就带大家去入住了好不好 好的 好的来 先生您这腿不方便 要不要我背您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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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忙吧 我自己走不动 哦 你怎么在这啊 怎么这位先生 我们认识吗 那不好意思啊 可能我是认错人了 哎哎哎 贺经理 哎哎 和往常一样 不用给我送晚餐了 但是今天晚上给我送一些茶 好的 到我在私人会客厅 好的没问题 行 哎这位是你们的老板吗 是我们老板老板 对对对对对对 叫什么他叫什么他那么适当 叫什么告诉我 真逍云 真逍张 真逍张 就住哪屋 你告诉我 他有自己的会客厅 他不住这 这整个就 整个建议都是他的 我过早了 叫他有点也离家 终于不住了 叫他有点也离家 以后别跟我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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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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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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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是张水手吧 yes 你长得很俊 大爷真有眼力见 哈哈 带我去富一楼 走走走走走 哎 大爷 你怎么往那去啊 他住第一层 他住第一层 对 所以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拜拜 嗯 各位这点醒 好好好 您请 您请 谢谢 您请 您请 您是个人 您请 我在你面前不止 哎呀 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看我们的服务态度怎么样好吧 非常好 非常好 一一脚把客人踹下地下室 爷爷爷爷101在这边 咱们是101102 哎 您慢点啊 哈哈哈 就是 你 们 小兔子乖乖 马达尔尔来 快点儿来来 我在等你 你 在等你 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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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fillment 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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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人了 出声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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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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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直系清楚先进 放开我 啊 爷爷 爷爷 几分钟没见 你说了 你说了 哦 这个一个 你怎么就走了呀 黑发人 送百发人 啊 网大哥文艺看的对对对对 怎么啦怎么啦 发生了什么 发生啊 什么 爷爷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死的吧好不好 哇 哇 谁怎么呼的啊 我天啊 这伤口似曾相识 爷爷多年前 正被这兔子伤过一次 快来人呐 大新闻呐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昨天一晚上游逛在酒店四周的密林里 发现了这个兔子 你在我们旁边的树林里发现了这个 八爪兔 这是一种巨型猛兔 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 它是食肉性动物 而且喜欢在清晨出没 爷爷多年前 正被这兔子伤过一次 而这就是当年的出院记录 爷爷多年 抵对一下伤口 看这 是不是那涅兔 涅兔 所为好 患者已苏醒 允许出院 但患者年龄过高 且昏迷近九年 身体机能衰竭 教会严重 预估生存期为一个月 生存期为一个月 曾意外受伤 入院图像可见 背部有七刀抓 他不是八爪兔吗 那么七刀上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刀上痕 那这个是八刀 他就是这个人想伪造成八爪兔 结果他听错了 他以为八爪兔就是八个指甲 结果这个八爪兔 他是八个爪子七个指甲 今天 是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现在时间 早上七点 在M市的 萧云大酒店里 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名叫真调查 男八十岁 死于B101 死者趴在地上 背上又明显嘎痕 身上衣服也被撕烂 排除我跟师父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俩就侦探啊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 我们可以护证身份 对 凶手应该在你们中间 这五个人 分别是 酒店总经理 刘经理 26岁 酒店副经理 何大壮 27岁 酒店门童 白不刺烈 二十四四 酒店门童 白不刺烈 二十四四 酒店门童 降雨量不到十毫米 前面没湖 后面没河的地方 居然有个水医手 哈哈哈哈 张水手 二十五岁 接下来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吧 好啊 走吧 第一楼大厅 排队 各位凶手候选人 每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演讲 从刘经理开始 我是这个酒店 萧云big hotel 的总经理 人送外号酒店王子的刘经理 我住在106 你回忆一下 你跟死者之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 认不认识有没有关系 有耳闻 副经理 哈喽 本主 我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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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熟 接着往下走 还有全世界四百多种语言 来来来来来 我是精通各国语言 业务相当鲜手 然而我却只是这一家 萧云大酒店的副经理 我是住在B104房间 昨天第一次认识他 对之前也没有耳闻 谁闻谁 他闻你还是你问他 他闻你还是你问他 再说吧 再说再聊 把节奏先打起来 好嘞行 104 因为以你的消化能力 信息量一下太多 我也怕你有一点 没事 没事 我有师傅记着呢 来下面那个 穿绿衣服配红帽子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呢是人间雕塑 下凡的天使行走的大卫 我叫白门童 欢迎光临 行走的大卫我得看体型 来让我们看看 大卫那好像断了 哈哈哈哈 大卫那个没有断 没断没断 有没有完了 我住在103B103听见没有 B103我们这服务态度怎么样啊 哎呃是是是是 文漫天九珠103是吧 我记得很详细 徒弟我给你复述一下 复述一下他都说什么了 门卫 什么门卫 断了 哎呀 哈哈哈哈 爆了 说继续说跟死者有什么关系 不是 完全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嗨就这啊 非常可疑啊 非常可疑啊 哈哈哈哈 就这没听说过 大哥帽子掉了啊帽子 哎 看来这红的还 明华还有别的啥的呢 然后配套的帽子还没戴 来来来来来 这一位你不用记了 说 我是绒毛 为什么沦落到你 当年给你那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把握 当年 为什么非要在这 跟这么一帮不三不四的在一块 你说的剧本他知道吗 我管他知不知道我说的开心就行 哈哈哈哈 住哪个屋 我住在B105 能说清楚吗 对不起 B103 嗯 嗯 Are You 住105 对 我是这个酒店的门童 嗯 跟白门童一起 是这个招待所的门面当的 好 跟那个爷爷认识 不认识 昨天第一次见 那爷爷为什么进来的时候 当时说这闺女长得多面熟啊 这个姑娘看着好眼熟啊 好 我有这句话 对爷爷有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就挺和爱可亲的感觉 好了 谢谢 水手 我就是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 乘风破浪的男人 你刚才所有的介绍 你就留最后一个字 浪男人 浪男人 你这个浪男人说吧 哥哥们弟弟们驰骋的是大唐 而我管理的大羊 多大一只羊 你住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我家 我从小就住这 我是他哥也是大唐经理 就给他安排了一屋 让他住在这 住哪个屋 就住剩107了 哈哈 跟这个死者是直到今天之前还不认识 但是呢 昨天他们入住的时候你也听到了 死者好像叫了我一声张水手 所以应该是他对我有所耳闻 但我知道今天之前不认识他 他都说什么呢 是一个浪人浪到爷爷都认识他 浪到爷爷都认识他 浪到爷爷都认识 好 每个人说一下今天 关键时间点的时间线索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梳理一下 早晨6点 我从外面回来 向大家公布我发现八爪树的消息 那个时候爷爷还在 你还记得吗 咱俩在大唐找到了他 爷爷 爷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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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礼物堆里啊 我就是四处转了转 啊 然后六点十分 送他回到了房间 我呀回去睡一会儿 好嘞 那我们就不送您到房间了啊 不送您了爷爷 不要打扰我 不要打扰我 好好好 然后发现尸体的时间是早上七点 50分钟之内 你们每个人在干什么 请告诉我一下 刘经理 六点零五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房间 嗯 但六点十五的时候 嗯 我在门口看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刘经理 请于七点来我的房间 我有事情找你谈 是真调查 也就是你们的爷爷 然后呢 我在房间睡了一会儿 七点钟的时候我出了房门 准备去找真调查的时候呢 我看见了和张二红他们三个在门口交谈 这个时候呢 何告诉我说他也要去找真调查 我就和何一起去了 七点钟退开房门 看见 已经死了 于是我们两个大声的呼唤了你们过来 好 下一位 六点十五分的时候 有人 往我的房间塞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的是何经理 请于七点来我的房间 我有事找你谈真调查 我觉得比较诡异的是我和刘是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收到的这个指条 但是我想呢就是 你只陈述事实 推理由我们来做 OK 讲完了 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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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开门我就走 我讲完了 我在快七点的时候走出房门想要去真调查的房间 这个时候 我看到荣和张从外面往宿舍这边回来 于是我们三个就在我的房间门口打了个招呼 正在打招呼的时候 刘碰到我 荣和张就各自回到了他们的房间 他们俩走了之后 我们俩相约一起去真调查那儿 然后我们走到他房间的时候敲了敲门 然后没有人应 我们推开门发现了命案 推吧 说完了 门已经推开了我还推啥 好 好到你了 下一位 我呢 我是六点五十 我是出去打了一些私事 你出门去哪了可以说吗 无可奉告 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七点之前 有碰到其他人吗 我前面同上 我希望你把细节尽管 丰富一点 我努力 好 六点十五 我同样在我的房门收到了一张 纸条 说龙门童请于六点五十五来我房间 多少 六点五十五 六点五十五 来我的房间 我有事找你谈真调查 他早五分钟 然后呢我六点五十五左右的时候呢 我就打开门 然后看到了张在门口 他说他也要同时间去真调查那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一路就走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去到了那儿 就要敲门进去 然后听见里面说我要休息 所以待会再说 你敲了吗 我们敲了 敲了吗 好 然后就是同样是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了盒在门口 碰见了然后就回房间了 所以你们两个一块去的地方是老爷子的房间 对 来 呃张水手 呃我也是一样 六点十五收到了这个纸条也是 请叫我六点五十五去真调查的房间 你们相互之间知道有小纸条这个事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啊 别人啊 来断断 唯一一个没收到纸条的就是你 哦 是不是以为给容的房间塞了纸条 白就看到了 嗯 什么乱就乱乱 配套的 肯定是配套的了 师父 跟你这么多年 配套的 学到了吧 学到了很多无提八糟的东西 我刚才睡着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现象 因为当时不是把门打开给你通风吗 所以我其实门口来来往往的人是看得到的 就当时我是的确看到容门童和张水手两个人 从我房间门口从右往左 就是往去真的房间 对 去的房间 然后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没看表 我其实不太记得是什么时候 但是在七点左右的时候我看表了 那个时候何经理和刘经理一起在 从右往左 对 所以跟他们刚才所说是对得上的 好 所有的信息我们基本上能够搜集到的 目前都已经齐全了 接下来需要证据的证明 所以我们现在分区域搜证 我是这样安排的 容门童作为一个女生 楼下的环境过于凶险 而且楼下像迷宫一样 本身也比较恐怖 所以为了照顾一个女孩子的感受 这明亮的大唐 你自己独自一人搜证 一个人啊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希望你能够找到重要的证明 剩下其他人跟我倒闭湾 第一轮现场搜证 其名玩家同时取证 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视频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季最新的《太阳神器》 OK OPPO Reno5 Pro Class 全网最强的烈光766镜头 烈光766镜头 追焦快 锁焦主意 让你锁定一切 12东西 哇 对 接下来就请大家带着我们的最强 烈光766 《太阳96》 一起搜证吧 烈光766 有一个是搜证 有一个是送我们的 这是我的 OK 好 走吧 你们先下 我帮你们把这门 师傅 哎 把我的车拿着呀 你还好嘞徒弟 没有眼力见 那辆白的是我的 快点 给你把这门的 耶 来了来了 赶紧下来搜证 来了 你以为你骑着你 你跑得了吗 你跑没用 照样逮你 知道我用的什么吗 OPPO Reno5 Pro Bus 搭载烈光766镜头 这种镜头跟你讲 追焦快 锁焦主意 你跑到哪都能逮住你 抓住你一切杀人动机 12月29日 OPPO 京东超级品牌日 明镇同款天亮礼包 买它 这儿到案发现场巨远无比 我迷路了 又一个死者 给我们个车 居然还弄出个台阶 我怎么怎么过去 你总得给我们弄个无障碍通道吧 哎 Cou听 哎哟 点出调 哎哟 哎呀 哎哟 哎呀 哎呀 哎哈 走吧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真叹死了 这期结束了 哇哇 爱徒身体有无大样啊 有无大样 给老子摔着个四样拔塌 骑着车在这个通道里 这感觉是不一样 对啊 感觉就是没想着活着出去 先看一下案发现场 死前是举手投降的姿势 那也是趴在那死的 说明被人从背后偷袭 来 我在发动狗 然后我们现在确定的杀人的方法 就是拿刀童死吗 没有 但是他如果不是拿刀童死 到底怎么死 这个可以动啊 有手机 这儿有一个人叫做包清白 前辈贾某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昨晚二十二点的萧云大酒店 请见图 贾某是谁 好爸爸 好爸爸委托真调查一件事 在萧云大酒店二楼发生一场火灾 我觉得这场火灾有奇巧 九九年发生的事情 记得 就是在这个酒店吗 对 九九年发生一场大火 大火导致了妹妹的 我们妹妹不在了 他还有一个隐私密码 要才能开的这个 office 但萨老师 现在有一个极其关键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六点钟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在 然后结束之后 我们所有人都回去了 你们两个看到了爷爷 把他送回了房间之后 任何凶手想杀人 也一定会经过你们的门口进来 但是我没有看见 所以我们现在关键性的问题 就解决那个人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这个人如果想进来这 他怎么可能不让你看见呢 除非这附近有密道 我要从左往右 好好搜一搜 你好 你有什么宝贝吗 二楼又一层发生火在危险起沐浴内 好的 但是我不能去那里 什么都没有 工作须知 如需查询客人来电录音 请按照如下提示操作 录音键 210.9102.20 我想打听一下 你们酒店有叫小和小白 小刘小张的员工啊 他们是家都没工作 员工 这个是我们老板 我们是家都没有员工 犯了 我们是家都没有员工 这儿有一个摄像机对着 但是里面没有储存卡 侦探的 说是在这个树后面出来的 爷爷 这个树吗 对 快来 怎么了 咋了 老板死了 老板 老板 我想检查一下 它到底哪有伤口呢 怎么死的 这是血气 它是被撞死的 这儿 所以它是被磕死的 这就是沙发 这边有东西 别动 那有手机 好的 真萧云先生 我是真调查 我知道你在现在二楼做过什么 我 手机藏在这儿啊 帅 虎鱼达人 红龙鱼也太正点 多少 2999 99你转 电视组 你真的渣男 不过没关系 我生是哥哥的鱼 死是哥哥的鱼罐头 时间还有五分钟 啊 不意思 实际 实际 这小雨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孩子是 宝宝发烧怎么办 我为什么会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宝宝发烧怎么办 画 画 得 悲 悲 果然 最近刘经理宿舍给养了个孩子 他们是这样的总经理 怎么能婚礼好我们的酒店 我必须编程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不能承受之爽 难道这就是 让生命都不能承受得爽的 SKG按摩仪妈 哦 让爽 突然有了 太阳的灵感 我已经知道我该去哪了 熔门童 这迷一样的女人 你的谜团 就让我来揭开 人间金童玉女 让你 冰至如归 这是证据吗 感觉不太像 啊 重要的东西来了 看日记吧 哦 全是白门筒的东西 格子里面有没有按道 好 没有 成对的耳环 没有 对不起 发卡没什么问题 对不起 挖出来里面有没有留什么痕迹 没得 没得 这相框背后 会不会隐藏什么 关键信息 照片背后的字 出现吧 出现吧 好 没有 对不起 完了 滑铁炉来了 滑铁炉来了 钥匙 手机 当然用的是 OPPO VINABO 输入密码 时间还剩三分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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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哥哥给他学的 毛线红裤衩 穿上哥哥给你订购的限量款 毛线红裤 注迹你每一步都酷 还有好多他哥哥给他买的袜子 全是红袜子 通听打卡吧 你觉得这个地方会不会有问题 你觉得这个地方会不会有问题 去吧 有电脑 那张大海报 白门通我密码 不要总微笑 密码不正确 调整smile 不要 说的smil 也不对 密码 对不起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和经理节日快乐 其实你不用跟任何兄弟弟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爸爸最爱的 这个口语好像是爸爸的口语 小和生日快乐 把弟弟妹妹交给你爸爸很放心 来衬衫 来衬衫 小和最幸福的那年 小和最幸福的那年 难道是 我出生 最幸福的那年 一九九一 也不对 一九八七 是我们来酒店的时候 白门童的行为实在是恶人 你怎么求情都没用 务必三天内让他走人 哎呀 这个是博士的一走多功能起子机 他有八种转接头可以随时变身 轻轻松松搞定拆箱搜正 还可以开红酒户外生活 简直是魅力男人必备 你看有什么打不开的吗 我想打开你的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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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用的吗 白白开了 开了开了 这会让人钢管响 钢管响 你好毒 荣于水后 无色无味 可在短时间内致人死亡 放置一小时后有大量沉点 就只有你是吗 对 已经翻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还有一个手机密码 这个的手机密码是吗 对 有任何提示吗 没有找到任何提示 就是这个海报 人间金铜玉女 让你宾至如归 这些的手字母试过吗 人间金铜玉女 让你宾至如归 十秒动静时开始 我们试一下 人间金铜玉女的手字母看好 八 七 六 五 四 四 三 二 他现在已经整容了 一 时间到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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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时间到 幻彩人像视频 五 二 第一次集中推理 根据收集到的线索 完成推理 首先贴上我 对这个酒店最关注的一个人 105房间我会记得的 当然这是一个绊脚石 他们两个之间感觉是有点怦然心动的关系 他还有一个浪弟弟 显然浪弟弟是这个人的弟弟 这一位呢非常的神秘 在这之前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 在大火中有一个小姑娘 有小姑娘据说葬身火海 小姑娘和这几个人好像都有关系 你的爷爷在当年似乎受到委托来调查这起火灾 所以爷爷跟这个火灾 包括跟这些当年十几岁的孩子之间有什么故事 我觉得是今天破案的一个焦点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人 这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对爷爷特别嚣张的一个 这个由头表示这是一个精通事故的男人 他应该是这个酒店的老板 老板 所以我不知道关于他和这个案件会有什么样的联系 来把其他的五位叫进来 能看得懂我书里的人物关系的就是凶手 口干是什么呀 口干你认不认字啊 咩口口什么 这个加这个是什么 拼一块 那就是 兄弟 这真的只有你能看得懂 半个兄弟 侦探我们有一个全家福给您看一下 哎 我是不是应该张嘴刁卒 对不起 站在那儿的那个大人是我们的好爸爸 他也是挂在大厅里面的我们之前的总经理 就是我跟小白 是我们的爸爸和我们的妈妈生的 1987年妈妈去世的 每隔四年 娶了她的第二任妻子叫刘张妈 刘张妈是一个单亲的母亲 她带着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呢 一个四岁的是小刘 三岁的是小张 然后呢 18年前也就是1991年 刘张妈跟我的父亲 生了一个我们四个共同的妹妹 叫好妹妹 但是妈妈在生好妹妹的时候 难产走了 这就是我们一家的关系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首先请浪 浪浪 先浪一下 别紧张 大概先说一下 案发现场的发现吧 就是首先关注一下这个伤痕 这伤痕我们都觉得它很奇怪 首先跟那个蒲老师确诊一下 您的病历上说 九年前七道抓痕对吧 对 所以按理来说 他健康的爷爷背上应该有七到八 可是在他死者的背上是八到有血的伤痕 所以我就是死者背上留下八道伤痕 非常奇怪 是刻意在伪造这个兔子的这个抓痕 然后在现场还发现了死者的手机 第一条信息出现在1999年的12月25日 包清白给死者发信息说前辈 贾某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昨晚 也就是24日晚 22点的萧云大酒店请见图 然后图上出现了一个白衣男子 这个叫贾某 但是目前不知道这个贾某是谁 大家注意这个 其实99年的12月24日是一切的起点 就是妹妹被烧死的时候 火灾的发生 然后第二条信息是跟我们的好爸爸 1999年的12月31日 我们的好爸爸联系了这个侦探 也就是在妹妹刚死的几天后 他说 左脚侦探您好 我想伟哥您秘密调查一件事 在大酒店二楼发生日常火灾 我觉得这个火灾有蹊跷 请帮我查清楚起火原因 真调查回答的是说 只要你不再提扑角的事 我就答应你 好爸爸说 好的真调查先生 感谢我会在酒店等您 然后在一年后的12月23号 00年 对真调查说 事情有眉目了 今晚零点 二楼火灾废墟 好爸爸说 好的收到 然后这一天 可能发生了两个大事件 那作为我们这些子女的时候 其实都清楚一天 就是好爸爸是这天死的 怎么死的 失足从二楼摔下来摔死的 然后真调查在这一天左右之后 也进入了长达九年的昏迷 这一点是在那个普侦探的兵力上 也就是说24号凌晨的会面 导致这两个人一个死了 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就是 是在09年的12月23日 说小浦爷爷今天 去小云大酒店度个假 然后浦爷爷这么远 能不能不去啊 爷爷就想去这里 然后浦宋说好的爷爷 我就带着我那个不正气的徒弟去吧 小浦爷爷今天去小云大酒店度个假 不要自己网上加字 确实是这么几个字 还要没有不争计 确实是这么说 确实有这么几个字 哦 天呐 有鞭策才有进步 然后最后这一点啊 我把负一层的地形 稍微简单的还原一下 这是最后那条走廊 这是死者被发现的房间 这是一条很长的走廊 然后这是一个酒窖 然后在这个地方 储侦探把守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6点10分到7点之间 你的视线一直能监视到这个过道 对吧 是 好 现在有一个理论已经得出了 就是6点10分和7点之间 这个走廊的这个区域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视线 凶手必须要通过这个点 嗯 这个地方叫做中厅 对吧 中厅以上 这是我们的客房区 对 依次是志荣对吧 对 这个地方合 走廊的尽头 刘和张 是咱俩 我们俩是对门 他们俩是对门 白是单独一间 然后我现在有个假设 我跟荣6点55 圈的101的房门 当到了 这个人在里边说我累了 晚点再来 但是他约的我们6点55见面 又不开门说你们晚点再来 这不太合情理 所以我一直怀疑是一个录音装置 6点55是个假象 呃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密道 来躲过你这个实现监视 如果通过密道可以完成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更宽宽 因为他完全可以绕开你的监视 你取两者之间的最最短 最短距离 直接画一条横线过去 那就倒白了 就倒白了 哈哈哈 对啊 那挺好吗 投票 哈哈哈 呃我照片就这么多 然后剩下的你们说吧 怀疑谁呀 那肯定怀疑白 这么这么这么笃定 对啊 多少季了都是那个 多少季了 第一季不都是他进去 这不是标配吗 你在我面前老怀疑白 你什么意思呀 哈哈 这一年一年过去 侦探也得涨点心吧 前五年没涨 凭什么第六年就涨 哈哈哈 第六年我有了师傅 他ids 然后shoff 肾 窗 上面谁 融 一楼 发现了老板的尸体 我会 cocked 所以你摸起你是 io 我会就五个人 Lou 仰着躺在一个桌子脚边上 然后呢 他的后脑勺有一块血液 然后呢 他就是这个地方也有血 地毯上 他的头的那个位置也有血 反正看上去 他是因为这样碰撞 撞死的 然后他身体的其他的部位 我大概也翻了一下 我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 然后呢 还有就是在死者的桌子边上 有一个摄像机 摄像机里面但是什么都没有 他需要一个卡 储存卡被拔走了是吧 对没有了 然后还有就是两个死者之间的信息 两个死者之间的信息 对 什么内容 我在老板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 曾萧云先生 我是真调查 我知道您在萧云大酒店的二楼 做了什么 想必您不会拒绝我这个71岁 是对博角老人的要求吧 然后呢 老板一开始回复他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误扰谢谢 就感觉成其实是给被回绝掉了 那时间 2000年的12月23号 也就是 真调查和好爸爸联系的那一天 对 等于是侦探帮接受好爸爸的委托之后调查出了真相 但是他想用这个真相来被他自己谋私利 具体那个私利东西到底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私利 总之是一个71岁老人的要求到底是 但是突然他又发了一个说 信我已经收到了我答应你 今天晚上零点吧 人你自己准备好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我发现了一个是在大厅的那个桌上 您好 这里是消灵带酒店 我是不重要的前台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想打听一下 你们酒店有叫小何小白 叫刘小张的员工啊 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有 刘经理 何经理 白门童 没有小张 但刘经理有个帅气的弟弟 叫张水手 很受我们酒店女生欢迎 好的 谢谢 你们酒店就这么把员工的隐私 任何人打电话就 我们酒店有刘经理 对这个声音你觉得是谁的声音 这么听上去我觉得是老头 对真调查的声音 就是他是知道你们四个人的 这是前几天发生的对吧 这是20号 2009年 他刚出院 所以他才就来了 而且侦探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昨天那个 真调查来的时候 他跟老板见面的那个瞬间其实也蛮微妙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认识吗 不好意思啊 可能我是认错人了 肯定是认识的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我 就在我这儿看有一点疑惑的就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真调查 但是呢他会说就是看见我的时候 他有两个细节 他说鱼很变熟 这个姑娘看着好眼熟啊 而且他跟小白说 你怎么可以穿这个 这个蓝裤子配红袜子呢 而且他身体又不太好 他还弯向腰去把他的那个裤子拉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下一位 喝 我去了一个浪子的房间 一方面他还是有情有义的一个男子 但另一方面呢 他确实也是海王级的渣男 你们想先听好歌还是想听先想听渣男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手机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先一个叫图图的人 一个女生说你真的渣男 不过没关系 我生是哥哥的鱼 死是哥哥的鱼罐头 就算是成了一条臭鱼 我要腥了哥哥的一锅好汤 张水手就回答说 别这样小傻瓜 我只是嘴甜 心里没有你 话后对他说 张哥我太喜欢你带着三分绩效 三分博良 四分漫不经心的那种笑了 绩效 给我来个绩效我看看 三分之效 三分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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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张水手给他回的是 我随便笑笑动心 就是你不对了 郑雨 我会以后 哎把这些都给我复印一下 哈哈哈 我先问你一下水手 就是在你的 门口的袜子里面有一个 老人给你写的这个卡片 他说人生不应该只有一个梦想 除了水手 你还可以成为一个好爸爸呀 这什么意思 你有小孩了是吗 是谁写了 这是他跟女性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觉得不是他撒的最大的谎 我在一张 就是他藏在床垫底下的一张 水手培训班的 我 招贴的这个启示背后 发现了他自己的一番独白 成为水手是我唯一的梦想 没有想到我居然因为势力不合格 永远错失了这个机会 哥哥又要骂我一事无成了 为了不再被他训斥 我决定PS航海以及跟鱼合影的照片 寄给哥哥 假装自己是水手在外漂泊 所以小刘啊 你这弟弟啊 他不但这样 同时他还在自己的芒果圈 发了很多的图 比如说 红龙鱼也太正点 太想拥有 哥哥马上给他回多少 他回哥哥 两千九百九十九 哥哥跟他说 已转 那飘逸的尾巴 就像华丽的裙摆 我拜倒在他的裙摆之下 电力十足 真是把我迷晕 哪个少男不想拥有 多少 一千九百九十九 八百八十八 已转 已转 但是你的弟弟 他写的是 紧 刘经理可见 我拿你当弟弟 你拿我当 ATMG 浪浪 你不光是渣男 你还是个渣弟 哈哈 走 所以张水手 你跟哥哥要了这么多钱 真的是去买 鱼了吗 没有 你把这些钱拿去干嘛了 你到底是想要拿这些钱 去骗女孩子 还是说你骗女孩子 也是为了钱 你需要很多钱 其实我觉得我不算骗女孩子 我最后都跟他们说实话了 所以这些骗哥哥买鱼的钱 其实是作为你的生活费 对 生活费 当然肯定也有一部分 花在女孩身上了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就是 我是因为去爱 所以做这个事了 因为在整个酒店的成长环境下 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没用 不停在闯祸的一个人 我从哥哥骗来的生活费 就是维持我最后一点能在生活中 找到的自认为的魅力 就是这些女孩给我的 水手是我最后一个梦想 我最后一次想要改变我的人生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在招贴画上看到了那些水手 硕大的胸肌 嗯 我就觉得我也要做他们那样的人 哈哈哈哈 我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效果 那些水手都会讥笑 哈哈哈哈 三分讥笑 四分博良 我们下面进入到非常重点的阶段 他的房间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 跟好爸爸 好妹妹的死都有关系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他跟爸爸的情感关系 他有一个旧物箱 这个旧物箱里面放了很多 爸爸给他买的玩具 小张 爸爸知道你想要这个玩具很久送给你 小张 这个游戏机 你跟二哥吵了三个月 你想要 今天你生日送给你一台 小张 爸爸知道你被这个隔壁小孩都有的 小青蛙给馋哭了 今天爸爸送给你一套 他虽然说他缺爱 但是他的这个后爸 对他其实是很好的 对不对 接下来呢我们还在房间里面呢 看到了一个诊断报告单 1999年1月23号 眉毛病医生给我父亲 好爸爸做出的诊断报告单 经检查患者患有眼积 如遇强光照射会短暂失明 何时去平衡 重要的事情进入这个症状 就是我们的父亲是受不了 强光刺激的 接下来呢在他的鱼缸里面有一个小船 那个桅杆上面挂了一片小钥匙 我把它捞出来之后打开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个信封 信封里面有一个U盘 U盘就是这样一个视频 首先是慌慌张张跑出来的跛脚的老人 他在往下跑的时候 我们的父亲在后面追赶他 所以他就在墙上拿下了一个手电筒 往后面晃 好爸爸因为被这个强光晃到之后 瞬间失明 然后他就从澳洲摔下来了 他就摔下去了 人的真实身份 他是M市的私家侦探 真调查 但真调查已并重多年 近四年来无人看他出现在公众场合 本社必将继续追查他的下落 如有进展力气联系您 该视频本社已复制归岛 现将原件寄还给您 就是他拿到了这个U盘 寄给了侦探社 侦探社查出的这个跛脚老人是谁 但是呢这是在2000年发生的事情 在四年间他们查到这个人 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过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他后来就因为重病进了ICU了 也就是说张水手是知道 我们的父亲好爸爸 是因为谁的原因死的 而且因为这个好爸爸对他不错 所以他有可能是 这是他杀掉真调查的杀人动机 根据这个证据 就是张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我从来没有委托过 嘿嘿嘿侦探社 他落款是写给张水手 我们帮你调查 但我实际上没有委托过 我也不知道有那么一个侦探社 我不是因为有线索 他去调查 是直接有人把查好的线索 堆到我面前 下面这条线是关于妹妹这条线 在她的这个旧物箱里面 还有一盒笔 就对得很沉很沉 很漂亮的一个盒笔 里面写了一个卡片 叫做张哥哥 你是我最帅的哥哥 我觉得你和大哥二哥一样棒 以致她是我们四个里面最小的 芒内 所以这个只有可能是好妹妹写给她的 她的妹妹觉得 她跟大哥二哥一样棒 所以在她心中是很疼爱 和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妹妹的 所以在妹妹因为火灾去世之后 其实她也在进行调查 甄晓运先生 我是私家侦探甄调查 我调查到贵酒店1999年 12月24日晚上23点半左右的 火灾是一种特殊烟花造成的 而且我听说贵酒店总经理的小女儿 好妹妹也死在了火灾当中 她只有八岁 这么想绝对打不开 特殊烟花上的保险装置 这么看 那么特殊烟花就是您放的了 首先 萧云收到的这封信 为什么会在你那 一周前我是因为哥哥给我的钱花完了 然后钱花完了我回来了 然后其实在我心中 这个甄晓运一直是我们家的恩人 就是他给我们爸爸提供的工作 就是在我这时很值得拜访的一个人 所以回来之后我去拜访他 在他当时没有人 我意外地在他桌上发现了这个纸条 发现他居然是杀妹妹凶手 这上面有两个蓝色的印记 这是什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搞开一门 有一点点像墨水的痕迹 但又不是 我觉得我们要去确认一下 这个蓝色的印子到底是什么 下面是我觉得是跟本案 直接有关的一个证据 是我在他房间发现了 写了一个大赵 叫为什么 你在乖 在这个盒子里面 有一件被用密封袋封起来的一件 水手服 上面有血迹 就是有人穿了一件海浑衫 干了一件事情 把血迹弄到了自己衣服上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8点我去那个真小云的房间里边 拜访他 无意间发现那个信 我发现他是杀妹妹的凶手 尤其真小云是我过去非常敬重的人 我认为他们是我爸爸的恩人 然后我就越想越气 我就在房间里边一边喝酒 一边想怎么杀 但是我就喝多了 短片了 我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三点了 然后我穿着血衣 然后我就怀疑是我自己冲动之下 我是不是 就是已经直接冲到他屋里边了 我身上才不会有血迹 那我想着我要赶紧把这个血衣给处理掉 所以我就脱了我这个水手服 把它丢到酒边外边这个隐蔽的地方了 我认为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我换了身衣服回酒店 所以你醒过来发现自己穿着血衣 对 另外在这个盒子里面 还有被剪掉的标 是刘经理的标 另外还有一件衣服 是放在外面的 是张水手的水手服 被折好了 上面 没有血迹 现场还有一个读卡器 里面有刚才提到的这个DV上面的SD卡 里面拍摄的视频 是刘经理本人 和曾萧云推散就把它推倒的视频 什么意思这就 这表情 别动脑子 脑子跟你拼了 有趣的是到这开始 储存卡占满 即将停止录制 就没了 我问一下张水手 你藏起来这个盒子是怎么来的 后来我收到这个盒子 把我脱掉那点血衣 和剪标的这个事 都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我是收到这个盒子之后 看到有剪标的衣服 和有干净的沾水手的衣服 我才知道 这一定是先在刘经理身上沾水之后 再给我套的这个血衣 然后后来发现肚子 所以把标剪 都应该怎么 你这是哥哥剪 你是穿着跟你弟弟同款的海浑衫去推的吗 对 其实这件血衣 视频也是我 我确实我跟老板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推倒了他 我推倒他完之后呢 我就跑了 跑完之后我一想 我再回去看看呀 我再回去确认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满头是血了 我看地上还有个摔坏的DV 我就把你DV的卡给拿出来 然后回去我一看 DV刚好拍到我推倒他的过程 我以为是他 我以为就是我干的了 但是 这个时候呢 我刚好我都知道弟弟骗了我 我上半辈子 全部都是为了你 我为弟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不光是给他钱 就是发现他其实他 他根本不是水手 然后那既然你现在已经扎到 说你连你哥哥都扎到份上了 你已经不分性别的开始扎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一气之下 我说 算了 我觉得这个弟弟也没救了 我要把这事加油给我弟弟 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把我这个带血的这个衣服呢 我把上面那个标剪下来 因为一剪这个标 可能就会觉得是他的衣服 然后呢 我就给他已经喝醉了 我就给他把这衣服穿上了 还帮我弟弟换个衣服 发现我弟弟都已经饿得连 瘦得连胸都没有了 哦 然后 我把他那件衣服 和那个沾血的标一起打包打包 我就扔出去 对 那谁把他剪了翻过去 对 那谁把他剪了翻过去 嗯 对 对 昨天晚上有一个人在这个酒店到处乱跑 剪了很多东西 非常麻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我中间的东西以后 还要抓回盒子来跑到门口 对 嗯 但卡 怎么到了他手里 呃 第一位那个卡和衣服一起扔了 扔到一起了 你真的很小心 哈哈哈 非常小心 结果你就因为三条鱼 这不是三条鱼的事情 啊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调查的时间是 六点十分 到七点 现在你刚才说的云的时间 你几点推了他 你昨晚几点 九点五十去找的他 九点五十去找的他 然后九点五十五离开这期间推的他 九点五十五你推完之后离开的 对 然后九十点十分再回来 十点十分 人被杀了 啊我怀疑这边的两位 因为他们的故事被出来我讲完了 谢谢 哇 你 来吧 来吧 来 见于本爱如此复杂 来师傅 您坐这儿 您坐这儿 有什么事大家找他 找他 跟我没从现在起跟我没关系了 来师傅 师傅坐 好 哎呦我歇会儿 呃我首先去了刘的房间 我在他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小孩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也真的太猛了 那小孩上面写着画画的贝贝哭了 大家觉得画画这个名字熟吗 熟 难道是我绿狼 什么什么 哎 在这有 画画说 张哥 我太喜欢你 带着三分鸡笑 三分博良 四分漫不经心的那种笑 太有魅力了 我要给你生孩子 然后就真的生了一个孩子 就只能说说生就生啊 妈呀 所以那个孩子为什么会在女儿呢 是特别简单一个事 他其实不常在这儿待着 然后呢 画画也找不到他 就是画画就找到了我 把孩子给了你 把孩子就交给了我 我也没办法呀 这是我丁丁的血肉 这你侄 对 然后我也只能先养着 然后我就一直祈祷说他能不能赶紧回来 结果呢 我弟弟回来了 并且很大方地承认了 没错这就是我的孩子 然后但是他也找不到画画 这个时候呢他就又管我要了一笔钱 说去找孩子他妈 然后他就消失了 妈呀真的好渣哦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好渣哦 我没办法 我就只能 我好爽啊 我就只能一直养着这个画画和我弟弟的宝贝 我真怀疑 就你的智商是有问题的 刘跟他的前女友在零四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对话 就是为什么把我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都给了你的弟弟 为了他 你已经秃了还不够吗 挺突然的啊 因为我发现了他一点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 有只小白船 他说我弟弟也熏浓于水 我必须要对他负责 钱可以再挣 弟弟只有一个 然后他女朋友说那没什么好说 我也知道答案了 我知道你这种人叫浮地魔 这种人 这种人 一定是感人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 好笑 这种人必须远离 分手吧 然后他说分手可以 但你要答应我 这件事不能告诉我弟弟 就分手 都不愿意弟弟知道他付出了这么多 这不是亲情 然后打开他那个聊天转信 他跟甄霄云也有一段对话 就是一个叫刚管辖的 就举报刘经理 他有孩子上班不专心 这个经理就给他发 恭喜你喜当地 不过这份工作和带孩子 是无法兼顾的 所以给你一周的时间 要不把孩子送走 要不就卷铺给走人 这是12月17号 这个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前 也就是今天就是期限 你是为了这个 去跟老板推荡是吗 对 这是我推荡老板的原因 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很微妙 我在他的手机里面 发现了一些录音 说努力就一定有收窝 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给你回答 但是我们知道不努力 就一定没有收获 而努力有的时候 是我们能够享受的 唯一的过程 其实就是和自己说的一些鸡汤 他就全都保存在手机里面 命名为听偶像的话 12345 最后一条我真是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你的那么大 我的那么小 哎呀 呸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意思 能解释一下 解释没有 问侦探 你们三个 这 这里面还有我的媳妇吗 那张报纸 哦 我拿 那张报纸 狐狸 师傅 你拿的报纸 你赶紧解释一下什么大小 你看不懂吗 是不是有关于我们的报道 你看到刘经理没有 被UAM式的结束竞争刘经理 你找找 你找找 其实这张报纸里面有我的报道 速报何经理 晋升 萧云大酒店副经理 是不是他都那么大 我都那么小 巨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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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我一直视大哥为榜样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我哥哥一直在打理酒店 我觉得他打理得非常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想向他学习 结果没想到呢 我做的越来越好 导致的结果是 我是 总经理 他是 副经理 五年前 对五年前 然后有了一个 你好毒 这个 粉末妆 已经撕开了 溶于水后 无色无味 可在短时间内置人死亡 放置一小时后 有大量沉淀 你已经准备好了毒品了 然后就是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视频 我有完整版 但是是另一个角度 在他的房间里面 背上 又有手机 我卡下了一个匿名的手机 首先有前面我们看到的 推散的视频 差不多过了五六分钟之后 针就醒了 这时候我过来了 没什么 这时候我过来了 这时候我过来了 不是你吗 然后给他端了一杯饮料 给他端了一杯饮料 之後 放完之后就遇到 遇到之后 我就开始一个操作 一放在操作 但是抗天 他也是拿了 拿了这个 就看了一个 然后就抱着 就是我推导完真真醒了 就像因为真不是我杀的 对 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昨天晚上我杀的人 然后呢 经过一系列我弟弟遭错错之后 我决定嫁活给我弟弟 然后你把所有东西打不就扔掉了 结果今天早上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呢 我也收到了一个盒子 就是那个盒子里边有这段视频 我看到这个视频我发现 盒子不是我杀的老板 是盒杀的老板 然后呢我很气愤 气愤在盒子上写下了 为什么 说一下吧 盒经理 哥 你操作了些什么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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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三分博凉的看着我 小心我给你一顿 你没有看到我那四分的漫不其心吗 小心我给你一顿 绩效 我可以说一下过程 昨天晚上十点 我进去的时候 他就在那摸着头不舒服 然后我就给他 喝下了有毒药的 茶 他喝了 喝了之后在我面前死了 但人不是我杀的 啊 我坚持 然后呢他就死了 他死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有一个DV 我就发现呢 刘经理推了他 头撞到了桌子上 但是其实没事 他就在这儿 于是呢我就想说 既然有这个DV在这里 而且那个卡里面没有后面的过程嘛 我就抓着经理的头 在那个桌角 再狠狠的弄了一下 就是让别人觉得他就是 应该就是这样死的 你要嫁祸给我 你嫁祸给他 他嫁祸给他 为什么 我们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父亲 他不但对我和白白很好 他对刘和张也非常好 而且呢我觉得他更加疼爱刘 因为确实刘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而且我非常难过的就是 其实我是非常努力的想要成为总经理 在五年前确实是 刘弟弟成为了总经理 我是通过不懈的努力 也只是副总经理 所以我是有恨的 我在这个盒子房间里面 还发现了一个快递 收件人姓名是钢管侠 首先我想问一下钢管侠是您吗 那那个钢管侠就应该是我 因为我是17号 无意能不能听到刘经理房间里面 传了孩子的啼哭声 我没有想要嫁祸给他 我那个时候只是想说 以钢管侠的名义给 甄肖云写了一封信 就说举报刘总经理在房间养孩子 养孩子 我就希望他可以把他赶走 结果没有想到 我没有得到刘总经理被赶走的消息 然后在盒子电脑里面我还发现了一条邮件 赵老板给我哥发的说 摆门铜的行为实在是恶劣 你怎么求情都没用 务必在三天内让他走人 我们酒店容不下这种人 对这个就是他杀人的一个动机 然后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 每个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卡片 盒的卡片写的是 盒经理 节日快乐 其实你不用跟任何兄弟比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爸爸最爱的 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知道 给张刘的 你除了可以当一个好学生 你也可以当一个好伴 刘经理写的是节日快乐 你像阳光一样普照的所有人 但也别亏待着自己 摆着在我这儿 给白喜的节日快乐 越亲密的人之间越需要沟通 他们也希望你做自己 但是这就是卡片的口吻 感觉非常的了解我 特别像家长在对我们说一些 道理的感觉 这就是我所有的证据 我只能说给自己洗白一下 因为整个行动 他们都是两两一组 我觉得两两一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你就是给自己知道一个不在场上面 对 那反而我没有 我觉得我很轻松 对 我的心意最大 但我觉得我应该是最轻松 而且每个人 所有人都会觉得 肯定不是那个单独的 而且在现场没有出现的人 所以越是这样 越可能是你 坐吧 我觉得那个纸条 真的不一定是那个 真调查在一起去的 纸条我可以告诉各位 应该是凶手塞的 谁放的纸条 谁可能就是凶手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啊 这一季如果这一期再投投 再投投 找他 找他 从现在起 这个人有任何事 再投诉我 啊 我是一个 在在投诉 我是一个徒弟 哈哈 请有事吗 领导师傅 怎么怎么开始甩锅 我背的锅还不够吗 你怎么有那么多锅呀 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 我只是一个体现木偶伴了 为什么 不是吧 你怀疑谁 我跟某些人不一样 我不随便怀疑别人 我就先说一下我在白败房间看到的吧 就首先第一个是白败房间有一大堆变迁 这变迁呢其实都是 河留给他的 我把你的汽水冰水冰淇淋 啤酒 苏打水超甜果汁全部换成了 哥哥亲自煮的独门养生茶好好养颜哦 哥哥 睡上红床单 祝弟弟本命年天天做美梦 哥哥 穿上哥哥给你订购的鲜款毛线红裤衩 祝弟弟们的每一部都很酷 这简直对我的造谣 谁会穿毛线的那裤呢 真是 谁会穿这双褂 我已经尽量长了不渣的了 但是他因为质地他多少会有的 你忍一下 这也不是最近的一张来了啊 艾蜜姐 我已经帮你联系上了 M式的所有名媛都帮你约好相亲了 这是哥哥当的 我真是我觉得哥哥这一点就有点过了 你真的觉得让我跟这么多名媛相亲 我就那么开心吗 问问他吧 问问他吧 我哥就三条鱼把我打 这些其实我觉得就证明 虽然说我们四个是兄弟 但是我觉得其实两两分组挺明显的 我们两个的关系非常铁 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铁 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铁 我们是真铁 你们已经破裂了 我也是啊 我都没有毛线裤衩 但是自己好会养鱼啊 哈哈哈哈哈哈 接下来打开了你的那个电脑 电脑里面发现了一大堆聊天记录 外一号的时候呢 白问荣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荣说我喜欢高高的 白白的笑起来很阳光 说欢迎光临的声音很有雌性的男生 然后关键欢迎光临这个事呢 其实是白白常说的 而且他那个电脑密码就是欢迎光临啊 哈哈哈哈 然后白白回复说这么敬业啊 白白回复说 这不就是我吧 然后荣就问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 白白说我喜欢力气大爱举铁的 笑容甜美的 而且像水晶一样透明 对我没有秘密的女生 就这个 就是力气大这件事情 确实是 荣的人设 对 但是荣的回复很有意思 叫对不起 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他不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是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荣就总觉得说 他在等一个什么时间点 荣你应该说 我喜欢穿毛线裤衩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你们其实并没有在一起是吗 只是他在追你 你也喜欢他 所以为什么我写了个not yet 为什么还没到时间 好好好 那就好 哈哈哈 9月1日的时候 我们说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加速度的大小跟作用力成正义 所以我们开门的时候用的力越大门打开速度就会越快 客人就可以更快的通过酒店大门 这样就不容易在酒店门口造成 我们门口是三环吗 今天我们是专业的 三五是专业的 没得东西 我们今天不是自己推的门吗 不对 他这个完全用错了 重力加速度是在垂直方向的 嗯 他那门是平行开的 他俩是学的什么呢 我们是可能是个卷帘门 对 哈哈哈 你们那是个闸门吗 哈哈哈哈 你们那是个落下来的大闸卷帘吧 欢迎 哈哈哈哈 而且客人如果一旦没在那个时间进来就 狂肮脏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白回复说 根据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我喜欢你 请跟我在一起吧 嗯 容回复说 我在跟你讨论工作 但你竟然 对不起 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容 你怎么这么薄良 哈哈哈哈 你太漫步进心了 你这是在积秀他呀 薄良呢 我觉得容就特别奇怪 就是他 还说我喜欢白白的什么怎么样 一边聊他 再一边又拒绝他 对啊 我我真的是 我表白了这么多次 可能因为我信任的原因 我白表白了 白表白 人都白表白了 白表白 为什么 我也想写一个盒子 为什么 三个问号 为什么 会有原因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白的房间发现的一个照片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跟密道有关系 他站在地下大厅的时候 怎么样 听明白了吗 这么多 我以为他过来看照片 对啊 我以为你要过来看照片 我挺喜欢的 我走开 我就是过来看照片的 就是白在酒店中庭拍一张照 这应该是我们地下的那个有树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指向密档呢 你的身后有一个感觉像是一个门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这些线 就这些线索 怀疑谁 我谁都不怀疑 不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指向性的线索 在过去5G当中 观众做了一次统计 大数据显示 在5G里面第一轮说谁都不怀疑的 凶手 最后是他的高达67.8%的可能性 那你看过这5G里面 我没有当过一次凶手吗 是时候 是时候了 我刚才也说的 你怀疑的是我 你是侦探 你是今天的侦探 你清醒一点 我就去了荣的房间 首先荣应该是今年才加入这个酒店是吧 今年6月份 他在之前 06年 07年 08年 分别就职于 三季招待所 优秀门童 八天酒店 优秀门童 像家酒店 还是优秀门童 每一年 拿一个优秀门童 然后立刻跳槽 始终在这个岗位上 我始终只得当门童 只不不前 永远都是优秀门童 我是优秀门童 所以 荣门童和白门童的 人间金童玉女的佳话 也是从今年才开始的 疼男童女 好的 在荣的房间里 找到了他的手机 手机里面有一段视频 大概是他打开真调查的手机 打开了一个叫做百变大侦探的APP 然后里面跟一个人进行了一段对话 对方发了一张图片 然后说 真调查贤辈 前几天您醒了之后 让我调查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是您要找的那个人 现在他已经整容了 署名百变大侦探 那张图片打开之后 是一个整容记录 真漂亮整形医院 姓名 小真女 年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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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照片上就是 容文童 走了 所以容文童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叫做小真的女孩子 而且这件事情被真调查知道 那小真到底是谁呢 在容文童的床上有两个布娃娃 在其中一个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 可以跟之前的那封信构成上下文关系 啊 那封信 那封上下文关系 我在张水手的房间里发现的 萧云收到真萧云收到 我们看这上半截信 如果这么看 这特殊烟花就是您放的了 但是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我真调查查出 您竟然瞒着所有人领养了一个孤儿 叫做小真 火灾发生的时候 您其实去了会客厅 反而您的养女小真 完全没有人看得到她 事发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她才是真正有可能做了这一切 并且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人 所以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小真吧 你烧了我们的妹妹 你烧了我们的妹妹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内容的 这个我是在真萧云的房间找到的 她不知道你是她的女儿 因为你把质点掉了 对我整容了 我我我我没有要杀你妹妹 我没有要杀你妹妹 我要杀的人不是你妹妹 我不知道她在 我也是今年回来以后我才知道 你妹妹死在你长大 她的人不是她妹妹 什么意思 我想杀别人 但也有可能这封信没结束 因为这个仍然没有落款 这个信纸上为什么没有蓝色的标记 对 对 嗯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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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分享 没了 有一个没有打开的箱子 擦一把钥匙 二搜可以打开 就交给徒弟了 气死徒弟弟 这这这刚才你发现的这些东西 来 分享一下 致各位员工的一封信 各位萧云大酒店的同事们 我再 再次来警告我们中某个不体面的人 不要再偷拿厨房的面包水果 不要偷厕所的厕纸 不要偷拿酒店日用品 不要再抠酒店的羊毛 你怎么这么执着 一偷偷好多年 警告你不要再犯 因为我已经号召了全员一起加强防范 严防死守 你一定逃不掉的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酒店一直在出现奇怪的声音 小的鬼鬼 我的耳朵 几声虫 儿 对 我在哪里 你怀疑谁 我怀疑谁 我谁都不怀疑 我怀疑谁 来 期待 首先第一 我觉得我 基本能判断 真调查的死因 8道伤痕当中 7道 全都是非常浅 滑了一下 只有这一道 深度 基本上 可以达到致命的 而且 如果真是被八爪痛弄死的话 只有那一道的伤口的深度 3到4公分 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所以很简单 就是为了假造一个八爪痛作案的东西 然后这一刀究竟凶器是什么 在哪搁的 我觉得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6点钟 我把大家叫过来一块说这个八爪痛的事的时候 当时我的师父 小浦 曾经说了一句 哎 爷爷呢 我爷爷呢 说刚才我去他房间 看他没在房间里 也就是在6点的时候 爷爷的房间里没人 这个信息 你们所有人都听到了 然后你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和小浦 上楼去寻找爷爷 发现爷爷在二楼楼梯的那个树呢 爷爷出现了 爷爷怎么从跑到座后面前 首先我问一下各位 哪两个人是要求6点55去他房间 我和荣 然后荷和刘是要求7点 荣和张叫到房间去以后 他们听到了房间里面 说我再休息 你们稍微晚一点再来吧 我想问一下 就你们听到的声音能确认是那个老头的声音 对吗 能确认 OK 如果真的就是真调查的声音 那就是刚才张怀疑的那种情况 里面有一个录音装置 然后放出真调查的声音 说我要休息 那怎么能让真调查再活着 并且很主动的配合 说不出这句话呢 非常简单 因为我和小浦 在送真调查下来回去的路上 真调查一直在 告诉他 我呀 回去睡一会儿 不要让人家打扰我 如果这个信息被人知道的话 完全是可以敲门 然后让他说出这句话 这个录音一定在6点10分之前就完成了 因为6点10分之后 他一直在盯着 如果是凶手给的纸条 为什么凶手要安排这两个人一组 这两个人一组 为什么凶手没有安排这两个人一组 这两个人一组 因为这两个人门对门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对门看见 所以凶手选择了这两个人一组 让他们6点55去听到声音 这两个人一组 7点钟去发现尸体 而且回来的时候 请注意 何还在这碰到了荣和张 然后刘过来看到了他们三个人 然后荣和张回到房间 刘和何再去死者的房间 就是凶手一定要安排一个 让自己被更多人看见 而且是在一个绝不可能杀人的时间 你这样的一个推测 其实就是在证明说 凶手只有可能 现在我们四个人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但是因为白反而是谁都看不见的 对 白反而谁都看不见的 对 所以我说了 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既是嫌疑最小的 但也是嫌疑最大的 可是我想问一下 侦探此刻应该投谁啊 投哪个 因为两个案子 对啊 现在公布本案的投票规则 至今为止 本案已出现两名死者 所以凶手有可能是两个人 也有可能是一个人 因此投票环节 玩家需依次投出杀死两名死者的真凶 分别是谁 加油 也就是我要投两票是吗 而且你两票还必须 保证每一票都投了一个人对 假如你两个人是凶手 但你投反了 这就不算对 如果这一案他两个都对了 他是不是可以得到四条金条 不可以 哎呦 我真准备鼓掌 这是什么规则 啊 去吧加油吧去吧 不管是谁 你们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手上正沾着死者的纤细 这种狠话四季五季六季都是这样沾着死者的纤细 这种粽子 你 stesso 啥 这种粽子 我 你这个 你这个 我 刘可以排除吗 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排除 可以排除 我觉得不太像 总得排除一个吧 有没有 对 怎么投啊 为了抓对凶手 我建议咱俩分开投 咱俩四票把这四个人读 都是 不 算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不仅位置要对 顺序要对 对 这是排列 不是组合 我再大胆一点 我不管你怎么样啊 刘经理 何经理 我全排掉了 我在张荣和白中间 我来投 你是投两个人 还是投一个人 我建议咱俩投一个人 OK 来吧 来吧 我们不做那种算计的事 我们 只相信我们的判断 反正杀真小云的 对 傻 真调查的 真调查的 管单的 师傅 你要不要再想一起 还没办法 不必 咱 师傅就认准一个了 不必劝我 师徒同行 我都不敢看 嘿嘿嘿 杀真小云的 杀真调查的 走 走 投完也没啥好后悔的 猎光766 看案就是6 你你是投两个人 还是投一个人 我倾向于投一个人 OK 来吧 嗯 盲猜 盲猜吧 咱们只选一个的话 我选他 张水说 只选一个我就选他 龙门童的故事到现在没有出现 他的杀鸡就是为了不让真调查把过去他纵火的事说出来 因为他发现真调查好像认出自己了 真调查通过那个百变男人的app去了解了这个事情 他要杀人灭口 因为如果他放火这件事情被他和小白就没有可能在一起 而且他本人也会受到 现在还不到时候意思就是真调查还没死 有可能 他得等把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全部干掉之后 包括他父亲 包括他养父 对 我们再来想啊 还没到时候 如果说到时候 那就意味着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已经不能开口说话 对 但现在还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真萧云 一个是真调查 嗯 但现在真萧云和真调查都死了 所以如果是一个凶手要干掉两个人 最大的动机是谁 对 现在所有嫌疑人荣是最符合的 现在证据不够 我们只能推 我们 我觉得从动机上来讲 刚才我们那番推论还是有道理的 一轮搜索权荣身上一个人带四票 咱也不就创造个奇迹 试图同心 或输尽了 笔利断气 咱们不分开头 对 宁可 我们哪怕知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对 但我们试图就这么轴 我们就这四颗鸡蛋 我们准备一锅煎 真相只有一个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分散风险是懦夫的行为 来吧 来吧 我们不做那种算计的事 我们 只相信我们的判断 时间到了 我告诉你 他就要和小白在一起 反正 杀真小云呢 对 你值得一试 荣门童 杀 真调查呢 荣门童 喘蛋了 我 我 我都不敢看你 嘿嘿嘿 杀 真小云的 荣门童 杀真调查的 走吧 走 哎 没啥好后悔的 说不定分的 拿出来 我给主意了 给我换一下 我给主意了 走 二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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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 如果大家对蜜道好奇 我建议我们大家先找蜜道 走 找蜜道 走 找蜜道 那照片在哪儿 这样 我知道 我知道 走 来 荣我带你 不要 行 不坐我的车 可以 嘟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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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姐里在这里 姐里 对就是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 就这儿 就这儿 我在白的房间发现了一个照片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跟蜜道有关系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只像蜜道呢 照片有一个感觉像是门一样的东西 对 她呢 这是活的呀 这整个是活的呀 这有个门 哪啊 哪里 就是这个小门 对呀 我就说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 你看它整体就只干什么 他有有机会 哦 有机会啊 别怕别怕 哦就在这就在这就在这 非常黑哎 很长的一条路 走 走 就是在这后面 别着急 别着急 不要错过一些 一些可能性 哎 哎 有没有人算过从那儿到这儿要多久啊 这呃 现在来看是 非常快的 我们就非常快 算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算了 应该不是这个门 好恐怖啊 开不开外面开不开 这个粘住了不对 你们赶紧 谁有手电 OPPO Reno pro bus 这不是哪儿呢 这里 这儿这儿下面有个小门 下面有个小门 这里上面有锁 啊 这儿出去是哪个房间啊 这出来是 酒窖 啊 刚好越过了102 啊 就只是过102 对 哦那他就是密道 那他不是直接通到那个密室里 四伯爷 他就是个密道而已 这个密道可能只是一部分吧 打死我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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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幼稚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撒上嘴 你有病 我被别人下过了 我也要下回去 哈哈哈哈 刚才通过那个密道 现在就是我们的所有时间线 只是走来走去没有意义了 因为有人可以通过这个密道 直接来到这边 哎 死者的手机里有一个密码你们打开过吗 没有 那个密码没有打开 就在上面 死者有什么隐私密码 我爷爷生前最在乎的事情是 你的生日 柏角 柏角 那我们试一下啊 我就你看 他说怎么称呼我都行 就是不要提柏角 不对 我们往好的方面想呢 对 如果不是说他有拐杖 而是他希望自己 双腿健全 那就是健步如飞 如履平地 大不留心 大不留心 四脚朝 简单一点的 奔跑 奔跑 奔跑吧 那就是 我爷爷在乎的是 薄角 不薄 他刚才不是说什么不薄角 那个不薄 不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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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说的啥 调查报告 甄肖云先生 我是私家侦探 甄调查 没有这就是那个 那封信完整的 还有第三个 总之 该知道 不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 您这珍贵的身份 不想被毁掉了 我之前给您发过短信 如果您答应我的要求 我可以帮您保守所有的秘密 12312341234 现在这个要求是什么 对 都按了一下 这是电压的问题 还是你碰到什么 电压 还是有什么意义 不是 不是 他应该是一个 是吧 是瓶子 是瓶子 公路的快乐 这 这首歌是 我的耳朵 来 快点儿来 我在 在 你 后面说的是什么 我要什么 我要进来 我听谁在说话 我的耳朵 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进来 快点儿来 我觉得这个屋子有蹊跷 我觉得应该有个什么机关 我觉得即便有这个机关 这个机关的按钮也应该是在外边 对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外边 不能算 要不然它在里边意义 就没有那个意义了 它应该是在外面 我们有人往这里边走过吗 其实真的没有人往这里边走过 这儿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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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摁了一下 这肯定是能动的 你看这么活 你太棒了 听这声音 他可能是秘密房间 这一定是个按门 大家看这个 这个门是可以移动的 不是有可能是这个走廊整体是可以移动的 哇 你的意思是 连这个门也一块可以移动 你不觉得这个墙壁和这上面是两个分开的吗 分开的 但是他能通过这样的 如此大型的机关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儿 这儿 通了 他 有可能是这个走了 真的 可以移动 他应该是在这边有一个房间 然后他就从这里 他把两个房间的那个位置一换 他会变换房间号 对 我觉得有可能 说不定只有一个房间 那边或者那边还有一个房间 就能进到哪个房间 你们的意思是哦 我明白就是说整体这个门是可以有可能能推过去的 这个门连着墙一块动 对 他移到哪个房间哪个房间就就是1010 那现在这么大的一面墙他一定是 不是说我们用人工推的他一定是有机关 而这个机关我觉得他不应该在这个屋里 最有可能在门上 推不动是吧 推不动 唱着歌等会 小不自乖乖把门开 我们直接往那边推是 推不动 那往这个方向 一 二 选择手 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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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动的 我说对了吧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我说对了吧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我说对了吧 两个一模一模一模房间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把我们引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对 然后凶手可以埋埋伏在这个房间里 你们觉得刚才那个密道只有一个出口吗 会不会在那个岔道里还有其他的出口 我们没有发现 来来来大家继续找找证据 哎 这个房间真是干净啊 这房间的限速 你们觉得刚才那个密道只有一个出口吗 会不会在那个岔道里还有其他的出口 我们没有发现 朋友们 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哦 门 密室 又是一个密道 你太棒了 就是我们刚才同一个密道是吗 就是在密道里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入口 哦 不是同一个密道 不是啊 这是另一个密道 不是 那个挂满了布 那个挂满了布 对对对对 不是这个密道 这不是没有这么多密道 这是一条新的密道 这是一条新的密道 这是个新的密道 好恐怖 快快快 快走过这一家 告诉你你接到这个人 哎哎哎哎 不要走走走走 不要走走走 抓着抓着 下降了 哎�艺 哎哎leton 哆的 esa 我感觉后面有人来了 别吓我了 真的 真的别吓我 万一从后往出来呢 我真的好恐怖 大家随时注意 两边的墙有没有门 再注意呢 地上有东西 真的有张纸漂亮 有刀吗 有 真的有 密道密道 改造方案付一楼改建方案 一会拿出去拿出去看吧 这上面有写 写啥 不是有写 血液 血液的血 纸上面有写 不是这个羊角 先出去再讨论吧 我觉得后边要追过来了 我吓死人了 这要出去 对 现在我们要出去咯 出来到了这边了 这边 这是哪儿 这是我们的宿舍 非常近 很近 你和容 然后 对 我们再往前就是白的房间 这就是白的房间 然后这就到中厅了 所以整个后面是贯穿的 对 然后这就到中厅了 所以整个后面是贯穿的 我也觉得这个就是凶器 我同意萨萨说的 对 这个上面写的加建方案 它这个只是加建了 刚刚我们走过来那条密道 但是这条密道 在这里上面没有写 把这个密道给漏了 因为这两个密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说这条密道有可能是本身就有的 这条的加建 有可能 这个密道是避过102以后 它还是进入到这个门 就这个门走到哪儿 它就只能进到那儿 但这个是直接可以进到密室 对的 而且它进到密室 它再知道这个滑动门 它就相当于可以进到这两个房间 随意切换 现在基本上知道它的路线是什么 行动路线 其实我们大家猜测 应该是有两个人 想动手 两个人走了两条密道 我觉得很有可能出现情况是 一个人走了 刚刚我们第一条走的密道 过去之后发现那个房间没有人 因为走这个密道的人 才知道有密室 走刚刚那个密道的人 不知道有密室 对 这个是密室 是跟这个一起加建的 移动密室 但是走刚刚我们走这条的人 应该是凶手 凶器在这 对 那谁知道那条 去荣的房间看一看 先去荣的房间搜身 先来荣的房间 现在有一个密码 钥匙没开 哪个哪个哪个 这个有个锁没开 你俩就这 还说你俩没在一起 你俩都这样了 还说你俩没在一块 我们一起去健身 手拉手健身的 掰手腕 叫搜身 搜吧 来 准备 在哪儿 你怎么那么棒 在她兜里 我的盒子的钥匙在你 不是这个 还有别的锁 你们找吧 你们找吧 找找梳妆台 有没有夹层 她这个 我知道她这种柜子 她里面有小夹层 有 对吧 来有一个钥匙 日记本 小珍的日记本 一九九七到一九九九 我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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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年到九九年 每天都好饿 九七到九九的话 那应该是你还是在 还是在老板的养父这块的时候 你每天都说你很饿 所以养父不给他吃的 所以是不是有人天天在 养父虐待你 你先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去杀 养父 这是真小云 对 因为他虐待了我 然后把我关着 然后呢 我后来就想杀他 所以那个火是我放的 我本来是想杀他 想杀养父 对 你是故意放的火 对 但是我本来我不是 我是没有要杀你妹妹的 我们的妹妹 你们的妹妹的 对 我也是我妹妹 对不起 也是我妹妹 你知道那层楼有个小姑娘吗 反正确实我没有要杀 你妹妹 没有杀好妹妹 他一直在关注他的养父 就是在关注养父对不对 零九年六月没有出现在酒店 零九年七月没有出现在酒店 零九年七月没有出现在酒店 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十五点十五分到十五点三十分 和陌生人在会客厅聊了会儿 他要离开 主妇服务员不能打扰 餐饮不无需提供任何餐饮 客房不无需留房 茶和毒药 书糖 书糖 有介绍 哇 侦探你来吧 MCT医院诊断报告单 姓名 甄小云 性别男 年龄五十四 经检查 发现患者半年前确诊的特殊糖尿病 病情加重绝不可摄入 带有书糖或特糖 两种特殊糖分的食品 书糖我们找到了 特糖有吗 这里 没有没有 注意事项 如摄入无色无味的书糖 书糖糖分在人体内分解 需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其糖分制人休克索 如摄入无色无味的特糖 一分钟后制人休克索 你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给他下的药 九点二十 那他的毒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 所以我 刚才我就一直在问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你是看着他死的吗 何时看着他死的 我觉得我们要去看看何的证据 如果是我下的这个药 他需要一个小时 我九点二十给他下的 那他得十点二十才行 他才会死 但我们那个时候的死亡时间 是十点多少 他十点整死的 来来来 大家继续找找证据 拐杖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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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悬赏图中人 七十岁左右 男最大特点走脚走路拨脚 麻烦痴情人士提供线索感觉不尽 新调查 监控 你怎么拿到的 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 曾萧云让我去他的私人会客厅 帮他搞一些文件 我去的时候 我一夜当中在他电脑里面 发现有一个文件档 叫监控视频 因为我呢 其实一直很好奇 我的父亲就是当时在2000年 12月23号去世 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结果看到这个结果 发现我的父亲不是自己失足 摔下去 而是一个跛脚的老人 用手电照了我父亲的眼睛 而我是知道我父亲的身体状况的 他的眼睛有胃光症 当我强光照到眼睛的时候 他会暂时失明且失去平衡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的父亲才失去了生命 所以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马上进行了一个截图 我就开始广发群人歧视 再找这个人 也就是说 所以昨天他来入住的时候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还有谁看到过这个监控 我看过 叫搜身 搜吧 来 哎呀你这是什么 你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监控 你这不是监控的 你是一个MG银行的汇款收据 张水手汇给了黑黑黑 真的 视频是我发现的 我是老板 让我把那个电脑里边的文件给清理清理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我突然想起来说 我爸爸死了 我要看一天晚上的监控 我就发现了类似于一样的东西 在视频里边呢 我看到这个国家老人 他拿手电筒 把爸爸给照完之后 爸爸就摔下去了 我就发现我爸爸原来不是意外 最后我就把视频呢 发给了侦探社 说你们帮我查查这个人是谁 侦探社回过来的东西呢 我明白了 你是以他的地址寄出去的 对 但是没想到侦探社寄回来了 对 因为寄给他的时候他回来了 因为不是他回来 他就会去帮弟弟收 对 就没想到他回来 所以他自己收了 所以我收到之后 我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会收到这个东西 我又没有委托过侦探社 那就是可能我没有看到那回信 但是我在视频里边看到的柏角老人 所以说昨天来的时候 认出来了 他是柏角的人 所以说我就认出来了 所以你不是通过侦探社给你的回复 知道的真调查 而是昨天通过他入住认出来 对 我这个印象特别深 我是看到柏角认出来了 也是 我也是 好 搜身吧 我探索一下 扣子里面 就是这个钥匙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又一个为什么 你们这是兄弟 哪个人都有为什么 拿了个什么 白再扔一瓶什么东西 养生茶 而且里面有大量的沉淀 这是我准备的那瓶毒的茶 但是被白扔掉 白为什么要扔掉他 是这样的 我准备了一壶茶 弟弟跟我说要我去给他拿新袜子 把你支开了 把我支开了 回来之后我看到我的茶还在桌上 于是我就按照我的原计划端着这个茶去给郑萧云喝 昨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我看到萧云 当时是人是好的 摸摸头 然后我给他喝了茶 喝了茶之后他在我面前死掉了 我本来以为是我做的 可是回来之后有人送了一个盒子 在我的房间前 打开之后李于是这样照片 三个人要毒死他 重点是 重点是 我当时很 我当时很难过的就是 如果我弟弟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可以跟我联手 或者他就自己做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借我的手 所以我稍微有一点点难过 就是弟弟为什么嫁祸给我 你是要嫁祸给哥哥吗 对 你为什么要嫁祸我呢 因为我非常恨我的哥哥 就是因为毛线内裤吗 其实也不是说恨了 就是想摆脱他的束缚 因为从小到大 我都非常听我哥哥的话 因为我哥哥知道我 资质平平 除了有一副好的批呢 所以他就一直非常 不是这么想着 非常严格的要求我 不能吃这不能吃那 宠爱溺爱的结果 然后要做这 要做那把我的所有生活都规划的很好 我以为是一种照顾 你以为你给他的爱就是你以为的爱吗 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禁锢 我想摆脱他的束缚 所以就我想 白白把那个爪弹的九九小九九 哥哥 他哥是我的 我们是亲兄弟 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铁 我们是真铁 我们是真铁 他所有的你也对于我来说都会有点太沉重了 但你这个也太狠了 所以说其实就是哥哥 以后跟你过了 咱俩过了 我们之间互相都是 只爱亲朋手足兄弟啊 整个这一集 伏地魔变兄弟反母 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那个你在里面放的是什么 特塔 但是你杀真的动机来自于哪呢 你现在认了丁老板是你杀的 但也不一定真的是我 因为现在都是 都是各种嫁祸嫁祸嫁祸 但是我们这是有个鄙视链呢 对呀 他就是 我们这条链里边 就是你是现在实战最顶头的人了 都是各种嫁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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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不对 你想嫁祸给谁 他没有嫁祸 我没有想嫁祸 你动手了吗 我动手了 9点20 给了这段才生效 你把茶9点20放到了 我给了他 给了他 他喝了 咖啡 9点20他送了茶 然后紧接着是我 我9点50斤 你9点50斤 是我们书屋走的 你呢 我10点去的 去的时候他坐在沙方上挠头 然后我就给他喝了我的茶 喝完当着你面死了 当着我的面死了 然后我10点10分回去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已经死了透透的了 说明他的那个9点20的没起作用 这就给我定了 你辩驳一下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你还有什么现象 不是我就很惊讶 就是 就真的是我 你现在不知道是你是吗 我觉得不是我 因为你们你们最后都被都被调包了 我还等着有人跟我调包呢 等一下 如果凶手撒撒谎呢 把时间线改了呢 比如说他是9点给的呢 我是9点20给的 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杀 没有人能作证 如果是真的是9点下的药 有可能他喝下我的那瞬间 他的酥糖起作用了 对啊 那就是他的原因 可是我说9点20给他 因为没有人能给你作证哪钱 就是你 这是你可以撒谎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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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会不会太迷人了 小白屋里有需要钥匙的地方吗 找一找 哪里需要钥匙 找箱子 找箱子 找钥匙 找锁 找人哪 他哪需要钥匙啊 哎我踢到了 在底下看见了 在底下 钥匙在这 需要钥匙的地方在这 来 超强消毒洗手液 使用说明 不要随意触碰物品 否则将留下蓝色痕迹 啊 他看过那封信 他看过那封信 他信看了一半 所以说他就真的以为是 呃那个人杀了 杀了他妹妹 明白 白糖 白糖 特糖 在哪 把这犯罪 这做案工具交代出来 快点 这个案就可以结了 我把床拿走 把床挪开点 我把床挪走 何老师 哎 哎 这有个手机 啊 你看 白白的手机 真是好玩 哎 有一个叫做 演员请上位经纪公司 服务时长 一晚上 他是找这个公司定了一个服务 这个要求是 我需要一名演技在线的演员 扮演客人 来萧云大酒店碰瓷 表示自己丢失的贵重物品 是被酒店门童 白门童偷走的 表演一定要夸张 脑子越大越好 所以他故意让自己被投诉了 举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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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甄霄云老板 酒店员工 白门童脱到客人珠宝一事 影响恶劣 严重破坏酒店形象 我作为酒店 他自己投诉自己 我就是想离开的 躲避你哥 他为了要躲避你 他为了要躲避你 你各种办法都响了 就差自杀了 小白特糖糖水别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1212341234发给他的 好熟 这是真 那是老头的 真调查发给他的 您的电话 12312341234 他的手机号码 老头为什么会发给你这个 我不知道 我的整个计划 我就是拿特糖 想去杀这个老板 但是我在行动完之后 我发现老板死了 在10点多 10点40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人给我发了 这条短信 然后我就往上查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这个 查到最后 发现是那个老头 录音 听一下啊 我要休息 你不然再说吧 你不是配菜 你不是配菜 你是个主菜 你是主菜 对 我说这个是无意的 这个是无意的 无意的 就是 我就想去问清楚 我在11点的时候 就假扮这个服务员 我去敲他的门 我说客房服务 他就给我说了这 说了这句话 就是刚才那个手机里面 录到的 在兜里不小心碰到了 对 就是我回来 回来发现 我开了录音 然后把这个录下 然后第二天六点的时候 咱们不就是第一番相聚 相聚完之后 六点五时又去找了他 但是我发现 我想去找他的这个路上 会经过你们的门口 你们又打门敞开 两个人在这儿坐着聊天 过不去 去看我之前 无意中发现了 就是这个 发现的第一条那个密道 可以绕过他们的门口 照片的这个墙 跟我拍照的这个墙 有一点点区别 你也就是说 你不是今天刚发现的密道 你以前早就发现过 对 没这么说 所以说他是走了 第一条密道尝试去杀真调查的人 但是你去 你去 你绕过去之后呢 发现了什么 我绕过去之后 我发现房间已经停留了 也就是我很有可能去的是 那个没有人的房间 对 我发现有人敲门之后 我就把门堵住了 堵住之后 就听见了荣跟张的声音 然后觉得完蛋了 这怎么办 我就想到我手机里面 有他的那个声音的录音 我就把那个放出来 然后他们就误以为里面有人 然后就走掉 走掉之后 趁他们走掉 我就突然就溜回了 如果他想好 这个谎太大了 不太好撒 他没办法撒 因为他的时间先是连上的 他现在跟所有人都连上的 不是 凶手 凶手还得再做一次那个机关 把那门开回去 对 因为我们俩六点五十五 敲的是空房间 这里边只有白 但是七点钟敲的时候 人就又有人了 五分钟 进去他们 别跑 别跑 不是 不是 是吗 校长 校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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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好恐怖 什么玩意儿 你们别闹 你们别闹 太狗了 是平地吗 是平地 你在躲 我好可看 拜拜 这是不是肖禁的钟声 十二点是 是 有个女孩在后面 哎呦 白白为什么歪着头 白白死了 白白没死 什么玩意儿 我活着呢 哎呦 天哪 你们别闹了 有个女孩在站在那 你活着头 我看你了 为什么没有灯 你把两个灯 刚才没什么正好是灯 为什么没有灯 不要怕 我是不会睁眼的 你别想弄我 我也是 没事 你手挥着点 别让她靠近你 不会 她不让她说靠近你旁边 别闹眼了 行不行 我求你们了 大 大 大 你好好 赛老师 赛老师 真的 我站楼梯那边有电闸 你别把那姑娘给摸着了 不会 开了 好了 她走了 出现在这个位置 对 她刚刚站在这 她就在我身后 谁 地上的GoPro 大概剪一下谁 但是白白刚好没有看到 白白刚好你回头 她就在这 突然灯闪了两下 我看见了 她是白衣服 白衣服 黑头发 好 走 集中讨论 我能有一个辩驳的机会 来 你说一下 我觉得第一案也不一定 第一案还想翻呢 我觉得第一案不一定完全失误 因为我的时间线是被动的 对 我的时间线是由你来决定的 对 对 所以我不能确定我的时间线是多少 但我们在第一次讨论的时候 你把我的时间线已经给定死了 你确定了死亡的时间 后面说的人是可以撒谎的 对 所以修手可以去把她的时间线往后挪的 比如说她8点50就已经下了药 但她听到说10点死了 那我就往后退 那我10点半 因为她的时间她控制不了 就她可以 她中间有一个余副的空间 当她得到一个正确的时间点的时候 对于她来讲 男的是她要非常敏锐地 在你们说时间线的时候 她突然捕捉到 哦 原来后面还有别的那么大毒 那我完全可以根据这个 把我的时间换一下 这个是男的 逻辑上说得通 因为我真的不能确定 这个她的死因到底是不是我的东西 我现在不确定我是凶手 好 这个先不管了 白这个先不管了 对 这个解决了没有 没解决 真的 我发言 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清晰 但是你们来推一推 先假设白没有撒谎 因为白如果撒谎 那就太明显 那就是她 那么实际上当时那个逆事情况是这样 在我跟荣去敲门的时候 门开在白这屋 没有尸体 尸体在隔壁间 对 然后我们敲门听到了录音 然后白的供述是 这条叫密二 密二她不知道 密二实际上在白和其他人的房间之间 对 然后她是走的密一 从中厅走的 那么六点五十五我们敲门 白的说法跟我和荣的经历是能对得上的 这些都是三个人能佐证的 那么我跟荣回去 到七点我们在门口遇到何的这段时间 白从这直接走了 那么假设存在另一个真凶的话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真凶在哪 我给大家一个推论 六点十分 我和土跟老头分手 老头六点十分往回走 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老头不在房间 所以凶手完全可以提前已经埋伏在这个屋 老头一进屋大概六点十五分之前把人干掉 下手完了之后 把门移到旁边这个屋 然后用墙把老头盖上 然后凶手从密道回到自己的房间 六点十五凶手给除了白之外 剩下的屋塞纸条 凶手塞完纸条之后 本以为没有人再会去了 他留了一个空房间 这是凶手的原计划 对 结果没想到白从这个密道进去了 但是好在白没有给凶手露马脚 白自己掏出个手机放了老头的声音 至少证明那个时候老头还活着 所以凶手 没露馅 对 这个时候白一定是要听见两个人走了以后 白才会从屋里出来 但是他一定速度会落后于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往前走 往前走 回去以后 白从密道走 回到自己的房间 然后这两个人回去碰见了何 对 何又碰见了刘 等于刘碰见了你们仨 对 这个时候 何和刘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请注意他们走的是正常路线 这个是要绕很远的 是远的对 但是凶手 用这个时间差 你俩在路上的时间差 凶手走密道过去 走这个最快的密道过去 就把门给换了 他再回来 对 这个时候你俩一过来看到尸体 他再跑过来 对 那个真的你听我讲一下 因为你一旦扩大到 从六点开始还原整个过程的时候 有太多细节 可能诞生出各种各样的脑洞 我只想讨论六点五十五到七点之间 发生的这个事情 是 现在就一个东西 白说没说谎 嗯 先假设白没说谎 那么在六点五十五到七点之间 一个毋庸置疑肯定发生了事件 叫换门 对 那凶手如果在尸体这屋 这实现不了 而且凶手就被困死了 对 所以凶手其中可能 第一 他在自己的房间 第二 他在密室里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 容 白 三者的证词 在六点五十五刻 我们仨是合上的 对 所以我们仨中间 你认为是谁去换的门呢 我觉得都有可能性 都有条件 六点五十五我们在彼此监督呀 但六点五十五到七点之间呀 但你们俩回到房间以后啊 你想啊 你们相遇之后分开了 你俩从这回去以后 是不是碰到了和和刘 对 然后你和容回到了房间 和和刘开始往这走 他俩走的这个时间 你在哪 那理论上我和容都可以 你和容都想是这个时间 用这个时间 跑回去 对 没法排除你俩 是的 那咱们俩来推演说 如果是刘的话 他从这条奔蜜刀二的路 会撞上和 那所以其实可能性最大的是和 那请你为我还原和作案的方式 我来帮他还原 他说的是 就那个时候我藏在蜜刀尽头 他们敲完门没有人之后 我迅速推门 然后飞快地跑回来 在他们六点五十五 完成这个敲门动作 七点钟回来之前 我就先回到我的房间 然后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刚好回来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样 你走了以后 白就走了 白一走 和就换门 和换完门 从蜜刀直接回到房间 然后假装出来碰到你俩 这是一种可能性的 然后和留一起 这是和的作案的可能性 如果留呢 咱们分两组合和留这一组 我认为和的嫌疑比留大 因为留走密二要路过和 他不知道和在不在门口 对吧 好 然后推一下留 如果是留作案也是一样对吗 留也是一样 但是他风险更大 他就是他无法预知 他因为他要路过很多门口 对 他不知道他开门遇不遇见我 他不知道开门遇不遇见他 好的 所以和不用路过 其他人的门口 对 而且和明确的知道我们在这 所以他这个门口 他有一个两三分钟的安全 好的 如果要是从门口来讲 那就是和和容 我是觉得今天还是要回到这个 他这个人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对 他在杀了人之后 他之前给到两组人分别一个六点五十五 对 和七点的这两个时间段的人不同的任务 对 六点五十五的时候是要发现房间里没有人 安全 为什么 因为从白白的证词来讲 他进到的是一个打开的门 而且是空房间 对 好 那么他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点是没有人的 对 所以他要做的功能是证明那个时候 我从后面就一直有人陪伴了 对 然后他给七点钟安排的事情 发现尸体 发现尸体 所以他要在六点五十五和七点之间把门换回来 这是凶手他放这个纸条的用意 对 那么如果约的七点钟的人是凶手的话 他让六点五十五的人去看到一个空房间 他的意义是什么 他能帮自己证明什么呢 又没有任何的人证明 从六点五十五到七点过程当中他在哪 对 只有从七点前后他能够跟另外一个人互相证明 他们在往那边走的过程当中 房间里突然多了一具尸体 对 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 对 我认为他们那一组可能性更大就是 如果是真的是凶手要隐藏自己 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去发现尸体 因为发现尸体证明不了什么 他一定会让自己在第一组 这才是凶手真正应该有的思路 对 那我们再换一个思路 用刚才张水手说的 万一如果是白白的话 他要干嘛 他约了别人六点五十五去呢 对 然后因为你们都听到了放录音的这个声音 对 所以他那句话是没有撒谎的 他用一个录音证明这个时候人没死 对 然后他把门换过去之后七点钟多出一具尸体 然后他又跑回去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与任何人相会 他不能证明自己任何时候不在场 他做这个机关和发这两个几条的用意是什么 白白如果要作案 就必须证明他知道两条图杠 因为凶器在另外一个密道里 而且加上刚才你说的 他搞这么复杂的一套 我没有必要放这个录音了 如果我是这个用意 我直接走就可以了 对 我总结一下啊 容 张 这一组 嫌疑性我认为大于和刘 对 而和和刘之间 我觉得我比刘的是一样 又比刘要大一点 对 那么容和张之间 你们两个嫌疑谁更大 还有一个 回忆一下 我们发现了现场之后 大家来的顺序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张是最后对不对 发生了什么 发生啊 这个就是我们按正常的 住的远近的顺序来排的 凶手可能在这个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位置上 这一点 做足了功课 比如说早上是我 张 荣 我就会觉得这个顺序有问题 为什么荣是最后一个 他明明住的比张要近 现在就是完全 完全是按照顺序 那谁最希望这个顺序是 现在这个顺序 他是不是为了确保是这个顺序 所以他才做了一些顺序 因为他关完门之后 他从密道还要一个回去的时间 对 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是张的话 他回去还有一个可能性 张还没来得及到 他的房间 我们已经喊叫起来 荣推开门出来 张从密道 很有可能会撞见 对 不管一和二 这个 这个 不管一和二都会遇见 对 所以他不但要敢在我们七点钟 去发现尸体之前要回来 把门挪了 对 而且还得回来 回到房间不遇到任何人 对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张的位置有双重危险 当然如果比如 他一直藏在密道里面 他不找机走 等荣已经走了之后 他再跑出来 他最后一个也是 也是合理 合理啊 因为他住在这里 对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的原罪就变成 我住最后一个 我最后一个还有问题了 因为 我住在最后 你再拿我住最后一个人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本来就 荣的原罪就是 因为他住的最近 而且 他的房间在你前面 可能从位置上来讲 更优势的是荣 但是呢 我觉得张的可能性 不能说 完全没有 我们可惜 当时没有做这个实验 我们应该做个实验 从那条密道 冲到现场 再回来 最快用多短 而你们走过去要多长 我说两句啊 虽然现在所有的证据 特别只伤我 但我只想说一点 就是我不是 我希望你明灯 你好好的照亮一下 有事吗 你找他 找他 这个案子我是他徒弟 我是在提现回来的 我来投票啦 我首先投真萧云这一案的 这里面呢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呢是 我的弟弟白门童 他把我的茶换成了特糖 导致了这个 蕭云的死亡 如果真的是荣撒谎的话 荣是凶手的话 那么他就必须要在 九点钟准时的 把书糖茶给到 真萧云喝 这一案我要投给的是 下面来投 真调查这个案子 六点五十五分 去到他房间的两个人 是必有凶手的 因为这是凶手安排 六点五十五和七点钟 有两拨人分别去的原因 在这两个人当中 一个是荣门童 一个是张水手 他们两个人 都有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去解决 荣门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因为他出发去关门的时候 不会经过任何人 所以是安全的 但是他的困难是 他必须在 张水手出发之前 要赶回来 然后要在张水手之前 离开自己的房门 或者是离开闭室的门 往这个真调查的房间 这边走 确保他在张水手前面 来到出事地点 这是他的困难 而张水手的困难 是在于他的房间 是在荣门童的后面 所以当他跟我们告别之后 他返回去要去关门的时候 他必经过荣门童的房间 而这件事情 他困难的点就是 他再怎么努力 他没有办法控制荣门童 一定会关门 我觉得在他们俩当中 更觉得荣门童 他做这个案台更为合理 真调查这个案 我要投的是 荣门童 先给第一案投票 和跟我 我们两个在整个案件中 其实是中间部分的 所以说现在主要的问题 其实是集中在 荣跟白的里边 然后投今天的第二案 就是杀死 私家侦探的凶手 必须保证在 六点五十五到七点之间 凶手必须有时间 返回一次现场 把门给换过来 那其实现在可能性 最高的两个人 其实也是幸福二选一 是荣跟张水手 前一天晚上 所有人都很忙 唯独张喝醉 醉得不行的人是 不会记起来发生什么 这件事情是很 我很确定的 因为我是他的哥哥 在我这个想法里边 我觉得张的嫌疑 其实真的没有容大 首先第一条 我也不确定 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凶手 但和我对立的 只有一个 就是 我心爱的女人 荣门 因为能制造这个死亡的原因 只有两个 一个是我自己 一个就是 恰好卡住了时间点 一个小时下毒了你 那我先把第一条抽给你 第二条 刚才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 张水手 还有容 我觉得五五开了 好 我现在要来投票了 扎害 曾 小雨的 我投给 白门童 因为我下毒 是 他必须要有一个小时 才会毒性发作 导致 身亡 所以这一票 我投给白门童 我觉得杀害真调查的凶手 是张水手 因为其实我确实用排除法 我觉得我 其他人的嫌疑都很小 只有我们俩 那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 所以 我就投给你了张水手 我现在说一下 真调查的这个案件的凶手 一定是选择6点55这个时间点 他做不在场证明才有意义 那也就是说 在我跟容文童之间选择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对角线理论 就是在6点55的这两个人里面 我们俩人中间 容更有可能的是 因为容是那个把门的 对角线选择的特殊意义 就是让自己在出门的时候 少一个监视者 在这方面 容选择我 然后作为他6点55的这个见证者 是最合适的 所以我认为 最后这个事情 中间也许和凶手一开始的 筹划不一样 但最后完成这个事情的 只能是容文童 到底我们俩是疯神还是疯子 就看 就看这一下 应该是有疯神几率的 斩将疯神 我们就任一回私礼 大不了 结束以后请你这火锅 不给自己后路了 咱们这封神成功 以后回江上打鱼 我们就是江泰公钓鱼 因为如果咱俩要没头对 你可能就只能回江上打鱼了 哈哈哈 咱俩以后租一条小船 聊此余生 对 对 对 吉祥的预感啊 在明星大侦探 第六季第一案 夜半酒店上主 来开门红 究竟是哪位 或者哪两位 杀死了真调查 和真萧云呢 现在公布图票结果 首先公布 零票的安全玩家 零票觉得有我 他们是 何经理 刘经理 刘经理 会呆着我 你怎么可能零票 回去 等啥子 等着进 恭喜两位 没有没有 没有吗 等着进龙子 你 现在公布 侦探的第一轮投票结果 公开出行 哈哈哈 风神 我 跟我站一块 我要不然我感觉没有 没有 没有底气 这心里都没底吗 咱俩瘦也一块瘦 侦探投出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是熔门童 是熔门童 杀死真调查的凶手 是熔门童 嗯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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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熔熔组合 获得两票 接下来 公布第二轮投票结果 两位侦探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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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呼 我刚才去做了一趟实验 那个密道是个大直线 对 来回一趟 40秒 从他们的房间区 你快步走路 请注意 还不是一边走一边聊的正常速度 快步走路 咔咔咔咔 按照表一分半 才能走到那边 在这个前提下 如果可以量化槽 荣的风险就是最小的 对 你们八竅都投给了荣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俩说 今晚要么风神要么疯子 如果咱俩今天要说疯子 就只能回家上打鱼了 啥也看不了 不 一定传票了 回家上你俩就是鱼 至今为止 荣荣组合 已经获得了四票 接下来 公布张水手的投票结果 杀死真调查的凶手 是荣门铜 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是白门铜 接下来 公布核经理的投票结果 杀死真调查的凶手 是荣门铜 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是白门铜 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张水手 与核经理的票行一致 张水手 张水手 我忘了一个方法 英雄所见的六通 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是白门铜 杀死真萧云的凶手 是白门铜 精明 解释 神营 晓威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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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曹 攻退 荣摆组合 获得三票 接下来 公布荣门童的投票结果 杀死甄霄云的凶手 是白门童 杀死甄调查的凶手 是张水手 他肯定投给张 接下来 公布白门童的投票结果 他肯定投给张水手 对不起 哥哥下次给你换棉的 杀死甄霄云的凶手 是荣门童 至少咱们有一个 是一样的 杀死甄调查的凶手 是荣门童 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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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风神 我这 不风神 风神 请荣门童 敬荣子 有这样的凶格 没事一点不丢人家 送我进去吧 这 你 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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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不是那意思 哥今天是被小浦给忽悠的 说啥 他是我师父 我一个徒弟我有啥作用 少来 风神 救赵夫妻 风神 了 杀死真调查 和真萧云的真正凶手 是不是 荣加荣 这个组合呢 现在我宣布 各位前举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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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光766 风神 这一季高纯再见 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迪姬 不要再录了 不要再录 那个巅峰 停在这 已经是巅峰了 为什么你们前面两排都投我 我告诉你 第一轮 我跟浦没有任何线索能够敲定是你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那句话 还没到时候 他一再的向你表白 你也喜欢他 但是你一直说没到时候 没到时候 谢谢阿荣 走开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走开 但是不得不说你今天 今天今天没有当明灯 今天这个狗头大吧 今天这个可以的 可以的 但其实我有关键性证据你们没有找到 你告诉我们 你告诉我们 给真萧云服用了书糖 所以 真萧云的真正死因 是21点 服用了荣门铜的书糖所致 祝贺 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探案 心不慌 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 你会发光的OPPO Reno Pro Plus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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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美食搭档 探必备的百事可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李清来路去买 博士无处不在 感谢科技成就 生活专门的博士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明星大侦探 玩百变大侦探 感谢社交推理两部的 百变大侦探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口丝滑拿铁 谜团轻松破解 感谢开启 逾越探案的雀巢咖啡 丝滑拿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使用双会有温度 感谢舒适达 红蓝管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脖子不舒服 用SKG紧致按摩椅 感谢众多明星 正在用的SKG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科学简直上瘦疤 侦破肥胖就靠它 感谢瘦疤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 收看我们本节目的第一期 本节后面几期呢 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播出了 因为这一期 大家可以反复收看 反复反复再反复地收看 谢谢各位 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一期大侦探 大白吧 谢谢 不会发生点什么吧 你们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你们不要锁我一个人在这里 你们不要锁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们在几个酒店里面 经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声像 包括想起一首歌 小鬼 唱歌 密道是谁修的 我们所有人扔掉的线索 为什么全部又都回来了 卡片到底是神奇的 爷爷此行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执着于四个兄弟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为什么 把一副女孩究竟是谁 啊 假猛 他到底是谁 未知的线索我们没有解决 这个故事还没结束 很恐怖 今天可能有几个震撼到我的意外 我一直很不喜欢的二弟 就是刘经理 就是刘经理 他是喜欢我的 或者他是欣赏我的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一直最疼爱的我的亲弟四弟 啊 就是白门童 他居然在我对他的惯性当中 非常窒息 想要逃离我 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还是挺不负责任的 就哥哥已经尽可能地对他好了 但还是会 因为彼此的猜忌 或者说不在乎 或者过于私自我去丧失一些事 你不讲我不讲 大家都憋着这个 都以为是对方错了 一边是缺爱 一边是溺爱 很多伤害是冠以爱的名义 我给你的爱是自以为是的 而不是你真的喜欢的 你做的所有的一切 其实是在感动自己 很多矛盾是因为误会而存在的 而甚至说很多单方面的爱 都是建立在沟通不足的情况下 导致爱的失与方式 形式出现了偏差 经常会以自己的好位标准 去对对方好 但如果你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的话 这种好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偏激跟自私 很多时候特别是有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表达 可能越是亲的人 越是不能忘记沟通 就是不管是亲人也好 朋友也好 兄弟也好 姐妹也好 不能因为距离近了 我们就觉得心是贴近的 很多时候我们用自以为是的方式 相爱着 以为在相爱 但是其实可能那种关系也好 或者是表达的方式也好 都是单向的 我觉得情感一定要交流沟通 你懂得对方吗 你有让对方懂得你吗 爱不能是一厢情愿 爱一定要在彼此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形成它的能量 否则可能一方觉得是爱 而另外一方觉得是负担 两人都不挑明 一旦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当这个压力 对方无法承受的时候 会像雪崩一样 那会引发非常可怕的后 一级度人 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平等 且带有尊重的方式进行交流 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的了解 对方所需求的沟通 然后去了解对方 就是对方想要什么 你不能说我想给你什么 或者我想让你要什么 这样的爱有的时候也是自私的 所以我觉得爱一定要是彼此沟通 彼此尊重 再来一个人 再来一个人 都走了 任性人在逐步的对面 这个我有点可怕 是他 是他 谁 当年的好美 他只能都一直在看你 您身体里住着24个人 这兄弟都没有健全的 拜拜 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不能开口说话 有次来一个人 有上行鸡被罢就得吃掉 这儿有点 这里还有密道 有这么多密道 太出发了 这是图像外面 走走走走走走 赶紧离开这儿 我们被锁住了 他想想要 他想要是在这个世界上 朋友们 最好玩的东西来了 我有点 我有点不客气 张塔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啊 一切将重新开始 在兄弟姐妹之间进行沟通时 大家都要保持对情感的尊重和真诚 尽量的不要编织好人 不要去伤害对方 在沟通过程中 不要用沉默或者隐忍的方式 去回避沟通 当你去回避沟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方会更加的 有更多的揣测和服事乱想 需要学会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 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兄弟姐妹出现矛盾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宽容和忍耐 需要换位思考 家长需要对成年的子与经沟通时 需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 要注意保持和保护好 对他们的颜面和尊严 不让自己的孩子感觉 与父母处于平等的位置上 同时也处于沟通当中的平行交谈模式 有助于更好的沟通 父母可以向孩子学会所爱 不要只是一味的教他如何付出 也要教会他如何去回报 所谓平行交谈 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兄弟与姐妹之间 会以同一而水平的视线和视角 去看待问题 去分享问题 而并不是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 这样一种上下级的关系 去看待一个问题 而是处于在同一的水平线上 去看待和分析 甚至分享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平行交谈技术 感谢特别合作 智行 达达快送 有到此点 一代价 应客 好看视频 WiFi万能钥匙 闪蒙搜狗输入法 网媒支持 疯狂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狗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前楼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胡网 华生在线 鲜浪湖南 腾讯大家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熊猫娱乐 亚洲文语 亚洲影视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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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